欢迎收看疫情快讯,我是张霄,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川普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获得了本次总统大选的胜利 但是自大选日以来的两周内,川普已经很少公开露面 美媒称,虽然川普谎称自己赢得了选举 但他对继续履行自己的总统职责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据报道,目前随着美国46个州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激增 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25万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几个月没有参加白宫的新冠病毒工作组会议了 11月17日,副总统麦克彭斯在白宫与各州州长就冠状病毒应对问题进行了会谈 但是川普没有出席 一名与川普的核心圈子有密切联系的前白宫官员表示 川普从来不喜欢这个话题 他坐在那里,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他输了 他知道自己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输掉了选举 自大选日以来的两周内 川普很少公开露面 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对选举欺诈做出虚假指控之外 他偶尔还会用拇指治理国家 比如他在推特上解雇了国防部长埃斯伯 历史学家迈克尔·贝斯·劳克斯说 川普声称他将再执政四年 但这与他失踪的现实之间存在一点冲突 尽管他坚称自己赢得了第二任期 但没有迹象表明川普为继续做总统而做了很多事 贝斯·劳克斯表示 林登·约翰逊在1969年1月20日卸任之前 每天都有听取有关越南战争的简报 吉米卡特在被罗纳德·里根击败后 一直工作到里根就职前一分钟 1992年乔治·H.W.布什在竞选连任时输给了比尔·克林顿 当时他闷闷不乐 但1992年10月18日 他仍然面带微笑出现在克林顿身边 并祝贺其获得了胜利 川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称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 戴伯拉·伯克斯博士和其他一些人 正在试图说服那些否认情况有多糟糕的人 采取措施减缓疫情蔓延 这名官员说 他们的障碍之一是来自川普本人的评论 总统不断发布有关口罩的虚假信息 10月15日 总统谎称戴口罩的人感染病毒的概率更高 但事实并非如此 伯克斯博士和其他官员警告称 未来几周内 美国死亡人数将大幅上升 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罗伯特·奥布莱恩 周一也发表了一份声明 鼓励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保持持交距离并勤洗手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周一也发布了五条推文 要求佩戴口罩以减缓病毒传播 但是作为美国总统川普 至今却没有发布任何有关防治新冠病毒的信息 上周全美新申请事业救济的人数 出乎意料的增加 为防控不断上升的新冠肺炎感染率 许多企业停工关闭 由此掀起了新一轮裁员潮 并进一步减缓了劳动力市场的复苏 综合路透社CBS报道 劳工部周四19日表示 在截止11月14日的一周中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共有74.2万人 此前一周的数据为71.1万人 据路透社统计 自本月初以来 全美新冠单日新增病例 持续超过10万例 令美国新冠感染总人数 超过了1100万 目前有41个州的 单日新增病例在持续增加 有20个州的 单日新冠死亡病例 创历史新高 然而一项新的分析显示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 约有1200万美国人 将失去救济金 专家称 福利补助的削减 可能会使许多家庭陷入贫困 同时为经济复苏 带来不利因素 由新冠纾困法案授权的 两项主要政府计划 都将于12月26日到期 其中一项是 疫情失业援助计划 旨在为自由职业者 和临时工提供失业救济 政党团世纪基金会 周三18日发布的 一项研究显示 这将使730万人 失去迫切需要的收入来源 特息指出 另有460万人将面临疫情 紧急失业补偿取消的风险 紧急失业补偿是 新冠纾困法案中包含的另一项计划 与各州通常提供的26周 失业救济金相比 该计划为失业者额外提供 13周的失业援助 在新冠纾困法案下 民众获得的每周600美元 联邦失业救援已在7月底失效 这令许多在疫情爆发初期失业的美国人 失去了大笔收入 由于应对疫情和全美停工停产造成的影响 许多家庭和企业一直在依靠政府 刺激计划提供的资金来维持生计 世纪基金会失业问题专家 安德鲁·斯特纳表示 即将到来的救济断崖 可能会给家庭和经济带来另一波冲击 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目前大多数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 都将在12月26日被切断援助 斯特特纳说 此后大多数失业者每周的收入将为200美元到300美元不等 与此同时 其他几项与疫情相关的援助计划 也将在今年年底到期 这可能会增加许多家庭面临的压力 例如暂停房屋签出令和提供抵押贷款的宽限期限 也将在今年年底到期 牛津经济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鲍伯·施瓦斯表示 刺激计划的结束将为经济带来真正的考验 失业援助即将到来之际 全美新冠病例激增 各州的城市正在推行新的防疫限制措施 全美大部分地区的新冠感染率激增 各地施加更多限制 这都为失业率再次上升奠定了基础 施瓦斯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除非国会延长失业救济金实现 否则这些历经苦难的人群将丧失重要收入来源 尽管失业救济并不富裕 通常每周发放一次的失业救济金为333美元 但失业者表示 这笔额外的资金帮助他们支付了水电费和房租等必要开支 我赶到亚里贝增 40岁的辛金纳提调酒师 肖恩达·赖斯接受采访时说道 他工作的酒吧于今年3月关闭 自那时起他便申请了失业救济金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赚钱 上周失业救济金到期的时候 我曾打电话要求补助延期发放 在11月3日大选之前 国会有在关于新冠纾困计划的议题上陷入僵局 尽管当前两党有希望再进行一轮谈判 但新援助措施的规模和实施时间仍不确定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 他支持国会通过另一轮刺激方案 他在本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他希望今年年底能够通过援助计划 拜登也呼吁国会团结协作通过一轮新纾困计划 然而在明年一月前 新当选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及拜登都无法完全投入工作 华尔街分析师称 在国会所谓跛脚压期间通过的纾困计划的规模 很可能远远小于民主党人倡导的 于2万亿美元纾困金规模 据美媒报道 11月17日之前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西部荒野中的洛文县 是全美唯一没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县城 但是本周这个荒漠中唯一的净土也沦陷了 17日该县城报告了三例确诊病例 综合世界日报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疫情爆发后 地图上一个县接一个县被病毒入侵 最后全国只剩下一个无确诊病例的白点 那就是德州西部荒野中的洛文县 它像是被龙卷风扫平的住宅区中 唯一住立的房子 当地居民对这个记录感到非常骄傲 查克·弗莱西在当地经营餐车生意 有一天他看到几名油田工人来买午餐 就大声告诉他们可以放心把口罩摘下 因为这里没有新冠病毒 然而11月17日 洛文县卫生局官员宣布 当地出现三个确诊病例 据了解这个沙漠县面积为1733平方公里 长期居民只有169人 是美国大陆48州中人口最少的县 由于人烟稀少 仅有一家诊所 没有医院 当地人开玩笑说 早在保持社交距离之前 这里的人就已经那样做了 不过当地居民也指出 今年夏季 洛文县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例 那个人是有田工人 住在南人营 由于这是外地工人临时居住的营地 他出现症状以后 马上就回家去了 因此没有被列在洛文县的记录上 洛文县昨天确诊病例住院人数为1188人 较一个月前上升了60% 洛文县医院恐面临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洛文县医疗服务主管昨天表示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 那么洛文县医院将面临病床不足的情况 洛文县昨天确诊病例住院人数为1188人 而10月16日的住院人数为752人 上升了60% 洛文县医疗服务主管 Christina Gali表示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 那么将冲击洛文县的医疗系统 洛文县官员长期以来都非常担心 当地医疗系统以及重症加护病房的 收治能力不堪重负 Gali表示 按照目前的趋势 这是极有可能要面临的问题 Gali表示 除非疫情出现扭转 对重症加护病房的需求将超过床位的供应 医院需要采取更高级别的行动 才能应付所有重症加护级别的医疗需求 这包括新冠确诊患者以及其他疾病患者 洛文县昨天新增确诊病例近4000例 36例死亡病例 再次刷新近期疫情记录 洛文县公共卫生部表示 按照近期疫情升温的速度 到12月6日日增确诊病例将超过4000例 而如果5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超过4000例 餐厅室内室外堂室将全面禁止 洛宪昨天新增确诊病例达3944例 死亡病例才16例 再次刷新近期疫情记录 洛宪公共卫生部宣布 从本周五开始缩短非必要商家的运营时间 餐厅酒庄零售商等店面晚上10点到上午6点期间不得营业 非必要商家室内客容量限制在25% 室外堂室或高尔夫球等室外活动容量限制在50% 家庭聚会仅允许三个家庭 同时不超过15人 洛宪公共卫生部表示 按近期疫情升温的速度 到12月6日日增确诊病例将超过4000例 公卫部昨日还宣布了新的防疫指标 若五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超过4000例 或单日住院人数超过1750人 那么餐厅、酿酒厂、酒庄的室内室外堂室都将禁止 只能提供外带或外卖 若五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超过4500例 或单日住院人数超过2000人 那么将颁布为期三周的居家令 仅有防线一线人员可以外出取餐 同时还将执行晚上10点至上午6点的宵禁 而在此期间 只有一线工作者可以出门 洛宪昨天共有1188人住院 27%的患者居住在重症加护病房 但在11月初的时候 单日平均住院人数为791人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2020美国总统大选形势日趋明朗 新一届政府上任前后 企业及个人如何做好财务和税务规划 是当前大家最最关心的议题 为此华欣保险于近日举办了一场 PPP贷款问题线上研讨会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会长张青担任主讲嘉宾 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第二期PPP贷款豁免申请及大选后 年末财税规划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讲座的第一部分 SBA快速贷款更新 为什么我要讲SBA贷款的更新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的second draw PPP的贷款本来我们预期会很快的下来 但是因为两党的政治的角力 到现在最新预期的疏困法案都还没有下来 那有一些商家 那care act这个纾困法案的这一波的所有的program 拿到了funding 基本上都用完了 那在下一波的这个PP second draw 我们认为应该还会有 但是那时间点上现在很难拿捏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一些中小企业希望维持它的这个business 继续运营 它可能需要additional funding 那现在呢我们又不得不look back 以前呢现在就是说过去我们对这个IDOL 我们觉得它需要还的 还需要collectual 需要这些guarantee 那我们反而没有说特别的 就是强力的推荐大家去申请 那目前来讲我们又回过来 然后呢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呢 确实呢第一波的PP loan已经用完了 那第二波的这个PP loan申请呢 还不算是遥遥无期 就是看来是有希望 但是就是不知道确定时间点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经济的恢复呢 又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不如我们的预期 因为疫情这个一直在不断的加重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more funding的话 大家可能还要look back 这个ERDL 这个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这个灾难这个贷款 从SBA这边来看的话 因为6月15号已经重新接受申请了 那ERDL这个advance 就是每个人1000块 up to到1万块 这个已经没有了 这个已经都已经结束了 那SBA在这个疫情里边 基本上有7个这样一个program 那我等一下稍微的给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给大家有一点点印象 或者是有一点点了解 看看大家适不适合说 可以去go for either one 包括这个SBA这个快速贷款 最高限额本来是35万 它现在到年底之前呢 它是暂时增加到100万 然后还有一个快速过桥贷款 最高是2万5 这个截止是其实到明年的3月13号 2021年 那第五项的这个pvp的forgiveness application呢 是我们今天会着重会讲的一个题目 然后第六项呢 有些人知道 看有些人不太了解 熟悉这个SBA这个7A SBA504和这个小额贷款这些项目 我们知道有些企业主呢 以前有借了SBA这个7A和504 或小额贷款的这个贷款 那Care Act里边呢 有一个规定 它会给你免除6个月的 这个贷款的monthly payment 这个非常好 包括那个principle和interest 那这个6个月的monthly payment的这个豁免呢 这个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SBA这个7A这个项目 504这个项目和小额贷款项目都存在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 如果大家需要funding的话 SBA这边有哪一些的program 你还可以looking into 你还可以去看 第七个呢 它比较的少众 对那些非常的偏僻的一个地方 一个社区的贷款 所以跟我们大家关系并不是很大 那ERDL这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最高金额不超过200万 但是最近这些阶段批下来的都是最多15万 因为它想cover更多的人群 那它的贷款用途比PPP的更加的广泛 就是说你的生意的固定的支出 或者是你有生意的一些债务薪资应付账款 其他的你跟operation相关的这些费用来讲的话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贷款做这个用途 那其实它会针对的是给你计算呢 差不多是能够帮你考虑到将未来6个月的运营的所需的支出 所以说有一些商家如果你一开始申请 这个IDL ERDL这个loan呢 你觉得金额不够 其实你可以提出新的申请 可以跟他讲一下 就是说你给我的这个金额不够 我6个月的运营的支出 我提供这些我在每个月的支出的这些单据 给大家看 那这种情况下 那有可能他给你更多的这个IDL这个loan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loan 这个是需要还的 那但是呢 你现在申请的话 你最后他批下来了 但是你不见得你一定要 就说你现在 一点都不hurt yourself 就是说你对你来讲 你去申请对你没有任何伤害 因为呢 你最后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 那这个贷款来讲 对于小企业它的利息 还是比较低了 尽管现在我们的是非常非常低的利率 但是小企业3.75 私人的非营利企业是2.75 这个偿还期间最高可达30年都很好 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点呢 就是这个金额 如果是25,000块以内呢 你不需要任何的collateral 你不需要任何的抵押品 这个就非常好 那你超过25,000呢 你需要你的生意的所有的这些资产做抵押 并不一定要达到这个你借钱的这个金额 就是说他需要有一定的抵押物 如果超过20万以上你要personal guarantee 但是呢他取消了一般的SBA传统上的 需要check你的信用的这样一些requirements 所以说他需要你担保20万以上 所以说当你设计下了这个贷款以后呢 你可以只要求说我只要25,000就够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太多的pressure 太多的压力这样子 OK那这个快速贷款 这个SBA request loan呢 你应该要找到这些SBA这个prefer lender 就是跟你的比如说借PP loan这个贷款的银行 如果他们是prefer lender 那他们知道他们这方面借这个loan的手续就很简单 那银行可能会有一些paperwork 但是SBA呢不需要任何的表格 SBA那边48个小时就可以审批 但是呢你要首先要经过银行的这个SBA这个department 他们可能会有些程序 那这个最高的金额呢是35万 现在是暂时的是从3月27号以后把它increase到100万 Again这个低于25,000以内的贷款呢 SBA不需要任何的抵押物 贷款机构呢就是说你这个prefer lender这边呢 可能会要求你抵押物 就是银行这边来讲有可能对这番事情有要求 但是SBA不会有要求25,000以内 这个贷款条件跟SBA切一样的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SBA切一的这个情况 那浮动的利率 大家看起来好像prime加6.5加4.5非常高 就是5万和5万以上 但是它这个只是跟你讲的是最高贷款浮动利率 现在都没有那么高 因为prime本身现在已经是3.25了 就不可能说现在的利率是3.25加6.5这么高 所以说但是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了解 就是说可以让大家知道有这个program可以available 那这个快速的过桥贷款呢 这个就更加的快速就可以帮你给你这个钱 那这个钱的话它最多不会超过25,000块 它其实呢一般的什么情况下 就是你在apply for yardel这个loan 因为yardel这个loan呢很多时候呢 它现在时间可能take several months 那这个钱你必须要用嘛 因为这是emergency的这个disaster injury 或者是说这个是一个紧急的灾害救难的这样一个贷款 如果你要等几个月以后才给我 就失去了你这个灾难救助的这个意义嘛 所以说当然我们也很理解SBA现在这些officer 他可能他这几个月processed loan 是他这个整个的SBA设立了以后 processed所有的总和还要多 所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 那当然在yardel这边你事情过程当中呢 你如果还没有拿到 你可以直接跟这个prefer这个lender 你问他要求一个SBA的expressed bridge loan 这个25,000一个钱做一个急需的现金 到了时候yardel批准下来以后 他会consolid 那个yardel这个loan呢 可以来去payoff这个25,000块 这样子 所以说对于那些急需这个资金的小的商家的话 大家可以去考虑考虑 OK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SBA这个7的贷款 这个贷款就是说条件非常非常宽松 你只要以盈利为目的 在美国就是说的领土经营活动 然后你有放进去你自己的一部分的钱 进去做投资 然后你也在寻求这个SBA这个贷款的情况下 你也寻求过不同的方法去做融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去申请这个SBA loan 这个最高金额不能超过500万 那我们会看到你的这个loan的 你相对来讲的话 如果15万以内的话 85%的贷款是由SBA做担保的 所以说银行给你这个钱的时候 他就比较的 有就是说比较安心 那有的时候你要是公司现在准备做一些投资来讲的话 那你又可以有7年的或7年以上7年以下的这些这个loan 那当然了他这个SBA呢 他这个loan的费用还是蛮可观的 这个loan的话他会收取一个费用 15万以内的这个SBA贷款不需要费用 但是你要超过100万以上的这个SBA loan的话 有一个3.75的一个费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到 那我们有很多的客户啊 都用到这个504的这个贷款啊 因为这504贷款呢 最高的SBA是可以达到1200万 那这个504贷款呢是你再去 因为现在是低利率 可能这个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客户买办公楼嘛 现在办公楼的价格可能会低一点啊 那利息就很低啊 那有些客户手上有一点点钱 你只要出10% 或15%的投款就可以了啊 那SBA这个504项目出40% 然后他再找另外一个贷款机后出50% 然后呢只要你买的这个 比如说办公楼啊或仓库啊 51%是这个 这个就是你自己来使用的啊 49你可以出租出去 那他就可以给你这个504的贷款 刚刚我讲了 不管是这个7A的贷款504贷款 这个我们这个在KX里面 都给你6个月的免除 6个月的monthly payment啊 一直到9月27号 这个这个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这个program来讲的话 对于那些啊像在这个期间啊 可能要发展壮大啊 可能啊就是趁着这个利率比较低啊 然后这个仓库啊 办公楼的这个价钱 还比较好的情况下啊 这个可以用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program啊 就504的这个贷款program啊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mark loan program啊 这个小额贷款主要是为那些初创的公司啊 贷款金额可以up到5万块啊 但是这个不能用来啊就是首付款或者购买房地产啊 只是你的运营资本啊 你买这些固定资产 然后SBA这个扶持这个中小的初创企业的啊 就是说一个生意啊 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在家里工作啊 你的这个生活啊 工作的这个状态都改变了 有的时候可能你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啊 那你可能想想说我有别的机会 那我也想自己创立自己的公司 那我也需要一些capital啊 那政府有这样的一个program啊 你到时候可以考虑去使用啊 以上就是今天 和天卫视疫情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